好,下面看第六句话 The only other ship to matter was the Thermopylae 唯一的一个能够与它相匹敌的船 就是赛姆皮雷号 这个我们先看看句子结构的分析 这个The only other ship was the Thermopylae 白颜色是句子主干 后面有一个to matter能够与它相匹敌的船 是赛姆皮雷号 这个to matter是个后制定语 动词不定式来限定前面那个the other ship 这个match在这并不是火柴 不是名词也不是匹配 而是与某人相匹敌 与某人某事物相匹敌 相提并论 是什么什么的对手 它类似于咱们第二课讲过那个equal Nobody can equal her in English 还记得吗 这个match表示与某人相匹敌 是什么什么的对手 这是一个集物动词 我们看一些例子 No one can match the end of Archer Archer是箭手射箭的这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这位不知名的 大家都不认识的这个箭手的这个对手 没有人能够与他相匹敌 就是我们大家在玩这个射箭 突然来了一位陌生的这个这个箭手 我们大家 这个人技术好厉害 没有人能够与他相匹敌 这是这么一个 那么用被动也行 The two teams are well matched 什么叫are well matched呢 这两个球队怎么样 势均力敌 棋逢对手将于良才 用被动叫be well matched 就两个这个这个球队之间 刚好能力相当 这个旗鼓相当 棋逢对手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主动被动都行 与什么什么相匹敌 那么常用搭配可以表示 在某个方面 与某人相匹敌 与某人某物 是他的对手 这个时候后面可以加其次in 或者加其次for都行 在某个方面 能与某人某物相匹敌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You can match him ign knowledge of wild plants 我说在这个 关于野生植物的知识方面 你根本不能与他相比 You can match him 在哪个方面加in 在这个方面 是无法跟他相比拟的 这个in 幻中for也对 咱们看在第44课里面 204页的19航末尾到第二场 204页19航末尾到第二场 But nothing can match him For speed and comfort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 对于速度和舒适性来说 与他们相匹敌 这个他们指的是飞机了 飞机尽管它这个不安全 像马航会出些事儿 但是速度和舒适性方面 没有任何东西与他们相匹敌 我们加for也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一个加for的例子 The hotel can be matched for good service and food 在好的服务和食品方面 这家酒店几乎是无敌的 就不能够与任何人 不能与他相匹敌 任何酒店都不行 用被动了 还是有加for在这个方面 是无敌的 所以这个mat表是 与某人相匹敌 或者是某人某事物的对手 本文中的说 文艺能够与他 因为只船用sheima 兵格当用her 与他相匹敌的 就是赛姆皮雷号 后面呢 刚好这两个船呢 就要进行一次比赛了 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分析 这个前面白颜色的正题字 没有下号线的 这是句子主干 所有的这两支船 那么都出发了 set out是动身出发 后面这个from shantai 这个协底字是地点状语 从上海起航 然后呢 这个画横线的呢 这个白颜色的字 明显是时间状语 是1872年6月18号这一天 我们还说 在某一天叫月日年这个顺序 月日年的顺序 然后后面 On an exciting race to England 开始了一个赴英国的 一次激动人心的竞速比赛 这个里面 可以把它看成个目的状语 就是起航之后 是为了参加这么一个竞速比赛 比比看哪艘船快 从上海开到英国 看谁第一个到达 这个为什么后面叫On 咱们一会儿在词法里面会解释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看这里面这个set up 这是个第十课就讲过的 非常重点的一个知识 而且意思特别特别多 我们先看它表示动身出发的一些变化 动身出发 用set up set off start out start off 都行 而且这些动身出发不强的方式 网管是走着去 跑步去 坐船 骑马 骑驴 爬着去 坐飞机 怎么去都行 总之动身出发了 我们分别读一下 注意连读 set out set off start out start off 都行 动身出发去某个地方 咱们看看第十课里边 五十页的地球到底是 五十页的地球到底是 咱们看这片段就好了 4 days after setting out 在出发以后的4天 这动身出发是船只启航了 根本不是类似 用它没问题 我们再看在第九十页 十二行最后 到第十三行 二十课里边 九十页 十二行最后 到第十三行 第二十课 先驱飞行员 after making a short test flight at 4.15 a.m Blario set up half an hour later 在这个4点15分 做了一次测试 很短暂测试飞行之后 布莱里奥 在半小时之后 起航了 这个动身出发 set up是表示开着飞机 动身出发了 你看坐船 飞机都可以用它 类似 这个用法在新概念第二册中 就出现过 学过二册同学 应该还有印象 比方说咱们看新概念 二册第三十三课 冲出黑暗里面 出现了set up 第二册的第三十三课 One afternoon she set up from the coast in a small boat and was caught in a storm 一天下午 她从海岸出发 在一艘小船里出发了 并且赶上了一次暴风雨 这是坐船出发 你可以用set up 是可以的 动身出发 起航了 可以用它 还有二册的第三十六刻 横渡海峡 还是二册三十六刻 She's going to set up from the French coast at five o'clock in the morning 她打算 在上午五点的时候 从法国海岸出发 动身 这是游泳前进 她没有坐船 也可用set up 可见不强的任何方式 只要是动身都可以 还有我们看set up 也有在第二次的 第六十五刻 小巷江博对警察里边 也出现了这个词 Dress up as Father Christmas and accompanied by a guard of honor of six pretty girls he set up down the main street of the city riding a baby elephant called Jumbo 那么打扮成了圣诞老人 并且还有一个四个 六个美丽的女孩 组织的一个仪仗队 的陪伴之下 她就沿着这个主路 动身出发了 并且骑着一头小巷 叫江博的这么一头小巷 这个set up 动身出发了 骑着像出发了 也行 你看步枪的方式 总要是动身出发都可以 当然start up start off 也是一样的 都可以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是 后面如果加动词不定式 就不一样了 set up to do 另外几个不行 set up to do 表示带着目的去做谋事 这个不是出发了 而是带着目的去做谋事 我们看第九 第三十页的第九行 就是第五课中出现过 第五课 三十页的第九行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n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这位记者 立刻开始去采集 这些重要数据 但他花了很长时间 才发送出来 你看你不编辑让我这么做吗 我带着目的去做这事了 就开始去采集这个数据 就带着目的 开始去做谋事 我们再看第十六课中 七十四页第八行 七十四页第八行 Dimitry at one set out to find a thief Dimitry立刻开始去找这个贼了 带着目的来去做谋事 用这个列队 再看在三十一课里边 一百四十六页 第一行到第二行 一百四十六页 第一行到第二行 True eccentrics never deliberately set ou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真正的怪人 就与众不同的人 从来不会 他会诚心的设法 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set out to do 带着目的 去做谋事 set out to do 注意这个动识出发 就不一样了 因为后面加拿来 动词不定识 好 再回到剧中 后面说from Shanghai 这个简单从上海出发 然后呢 on June 1872 在1872年6月18号 我们还是月日年的次序 不说了 on an exciting race to Shanghai 这个on 我们在第一课讲过 可以表示 在什么什么的路上 在什么什么路途之中 这个 是有这个意思 你像在第十四页的十二行 到第十三行 第一课里面 十四页的十二行 到第十三行 咱们只看这个片段 好几个人抱怨 在晚上有像猫一样的 难听的声音 并且一个 a businessman on a fishing trip 一个钓鱼路上的商人 看到美洲市在树上 这个on是表示 在路途之中 在钓鱼的路途之中 那么还有呢 你像第三十六课 166月第十一行 到第十二行 166月十一到第十二行 Why on a walking tour with his wife he stopped to talk to workmen 在有一次 跟他老婆 在一次徒步旅行的过程中 他停下来 跟路边的一个工人在说话 在什么什么途中 on a walking tour 也是在途中 但是本文中翻译成 在令人兴奋的竞速比赛之中 这个不同顺 这个on如果跟表示动作的这个词连用 它一般是开始做谋事 或者是去做谋事 去参加这个比赛 或开始一次机动人席的比赛 本文中跟哪个表示动作词呢 就是set out 动身出发嘛 这是表示开始做谋事 或去做谋事 而不是在什么什么的路途之中了 我们看一些例子 或去做谋事 去参加这个比赛 那么再比如说 多看几个例子 We started out on a twenty mile walk 我们动身出发 开始了一个二十英里的徒步行走 你看这个里面 也是并不是在什么什么旅途之中了 就开始了这么一个徒步行走 开始做谋事 去做谋事 再比如说 She had come on a visit to England 他来到英国来开始一次访问 在这并不是访问途中了 come 再叫on a visit 就是来到英国来访问 去做谋事去了 再比如说 after a day or so We will go on an excursion 过那么一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会去参加一次踏青 意思远足 你看go on an excursion 不是在远足的途中 而去参加一个远足 这个咱们以前说过 excursion这个词表示 短距离的纯粹娱乐性的旅行 一般叫踏青或远足 一天往返的 我们再读一下 短途的娱乐性的旅行 来一遍 excursion excursion 这个也行 所以本文中这个on 不是在路透之中了 就开始或去做谋事就好了 好 我们说 This race which went on for exactly four months was the last of its kind 这次竞速比赛 race 咱们说了竞速比赛 持续了整整四个月之久 是这种类型比赛的最后一次了 因为这个翻船历史已经终结了 没有了 咱们先看句子成分分析 两个逗号之间是一个定义从句 修饰这个race 延续了整整四个月的竞速比赛 然后呢 by answer 是主句就好了 这个是这种类型的比赛中 the last 最后一次了 这里面有一个词要注意 go on go on这个词在这儿是持续延续的意思 而不是发生 也不把它翻译成继续 在这儿是持续了 延续了 有这个意思 活动进行或者持续延续 你看我们看一个例子 peace negotiations are still going on 和平谈判依然在持续 或者依然在进行之中 这个go on在这儿是持续进行 有这个意思 再比方说 his speech went on for so long that people began to fall asleep 他的这个演讲 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以至于很多人开始睡着了 这个go on在这儿是持续 而在这儿不能翻译成发生了 也不在这儿 也不翻译成什么继续的意思 但是go on表示继续是有的 咱们回顾在22课里面 生词中讲过 go on表示继续的时候搭配 还是不一样的 go on with something 是继续做同一件事 let's go on with this lesson 我们休息之后继续学 第25课 go on to do 是继续做下一件事 let's go on to learn the next lesson 我们继续学下一课书 go on doing something 不一样了 go on doing 表示不停地做模式 不停地做 这在22课 这个熟记台词咱们讲过 但go on单独使用 可以表示持续的意思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所以习语的含义 不同语境下 它意思可能不一样 exactly刚好 持续刚好四个月的比赛 是这种比赛的最后一次了 它有个历史意义 怎么样呢 he it marked the end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ships with sales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它标志的 这个翻船 伟大传统的结束 还有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两个划横线的都做mark的兵语就好了 就是蒸汽机时代 汽船时代 已经开始了 这个咱们也是先看一看 语法成分分析 it 表示这个race 这个比赛了 marked 咱们多次说过 动词mark 指标志 一般国家之家异地 标志什么呢 它有两个兵语 都是长长的名字端语 第一个是 the end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ships with sales 翻船 这个伟大传统的结束 第二个呢 就是新时代的开始 两个划横线的都做mark的兵语就好了 然而这个新时代的开始 咱们刚刚说了 再回顾一下 the beginning the dawn or the dawning of the new era or the new epoch 都行 这就固定搭配了 好 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比赛标志的 我们传播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是一个里程碑 这个也行 这个说顾题出现这个词了 所以咱们也看一看 我们可以这么来表达 the race wa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shipping 这个比赛 在船舶历史上 是一座丰碑 一座里程碑 我们再读一下里程碑 这个词 慢慢来 landmark landmark 这个词本意就表示里程碑 或路标 这个意思 那么shipping 表示船舶 那么这个词 用它表示船是不可以数的 抽象词 船舶的泛指 是船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里程碑 经常做派生意 你看我们看一看 这个书后题 125页的第二题 快些 125页的第二题 咱们看这个题应该选哪一个 125页最上面第二题 the race which took place between the Cardis Organic Thermopylae was 那么在卡迪萨克号和赛姆皮雷号之间的这次竞速比赛 发生的比赛怎么样呢 was 选A 船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那么B选项是它被举行是为了庆祝 京启船的发明 这个文章中没有这个信息 排除 C选项被举行专门是为了从上海至伦敦的这个路线上的帆船而专门为它举行 文章中没有这个信息 这是下边的 对吧 这个D选项中特别的慢 又因为卡迪萨克号在途中失去了舵 这个也不对 因为后文中说即便失去了舵之后晚了四天依然是很了不起的 考虑到它有这么多单个 所以速读一难很快 不能说特别的慢 这个不同顺 只有A正确 是船舶史上的里程碑 这个标志是什么的结束 标志是什么的开始 这个结构特别重要 我们经常用marked the end of someth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omething 这个结构 我们类似的可以再造几个句子 你比如说我们看这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 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的开始 这里面有些术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叫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新民主的革命 这个好说 社会主义革命 就是socialist革命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的新时代的开始 新时代还是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of 在脸上这个就好了 咱们说一遍就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先说得成立 咱们多次说过来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标志的一般国的是marked the end of the 背一边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什么的时代呢 我们讲过后面叫of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是 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有些难度 但是词法呢 句实结构很简单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d the en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注意socialist 当然名词来用 叫社会主义者 作形容词 叫社会主义的 就好了 好 那么第一段呢 介绍了这个比赛的大致的背景 另外就描述这个比赛大致的时间 地点 还有参与的两艘船大致的这个情况 那么比赛的过程 在第二段描述的非常精彩 咱们第一段先看到这儿 让我们来看